一大早來到嘉義這處畜牧場周圍 環保局人員已經架起風向儀 測好風向 在下風處擺放採樣器 準備動工 第一步先確定抽風量 可以達到每分鐘四公升以上 有足夠的量可以提供檢測 接下來就得進行側漏工作 在採樣之前 我們會做一個側漏的動作 側漏是確保說 每個組件都有完成 確認完就可以開始進行預採 這個預採的動作 是為了讓採樣袋裡 可能殘留的味道消失 完成之後才是正式的採樣工作 那我們採 採樣結束了 氣體採集完成 其中一名環保局人員 立刻把採樣袋帶上車 送回環保局的異位官能測定室 阿確實 有破袋嗎 沒有 收到了氣體採樣袋 工作人員一轉身又送進實驗室 準備開始做嗅覺判定 而執行這項工作的就是俗稱 文臭師的嗅覺判定員 他們每一次會拿到三袋氣體 其中只有一袋裝有採樣回來的氣體 其他兩袋都只是一般空氣 畫面上可以看到 文臭師一手握鼻罩 一手不斷捏著袋子 仔細的依序聞一聞 最後再記錄是哪一袋有異味 工作內容看起來簡單 實際上考驗重重 基本上我們採樣的同仁去採回來的樣品 不會知道說是什麼的樣品 那些東西都是直接用鼻子去聞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說也是會有一點就是 心理上的小壓力 對對對 因為你不知道聞到的是什麼東西 嘉義這邊的話就是都是以畜牧葉 就是糞臭味為主 就是很臭的那種 對 就是一打開就會有點嚇到 印象深刻的應該是就是糞臭味 就是也是會打開來 就嗯 好 中毒會吃不下來 就是會突然間會沒有食慾 所有文臭師共同的恐懼 就是聞到糞的味道 不過在嘉義縣 因為是農業大縣 有不少畜牧場 環保局每年接到的上千件異味檢舉 最多的就是來自畜牧葉 那其實我們嘉義縣 其實目前以陳情案來講 應該都超過一半都是異味 那異味裡面有很多種 可能包括有餐廳的異味 有工廠異味 然後有畜牧葉的異味 但是又以畜牧葉異味是大眾 應該說幾十年來 都是我們陳情案的 這個主要的這一個類別 偏偏這些被檢舉的異味污染 到底有沒有讓人不舒服 牽扯到的是人體的感官 可不是用儀器就可以判定的 張根木舉例告訴我們 像是分辨裡的硫化物 氨會散發出像是雞蛋臭掉的味道 這種氣味不必太濃 就可能讓人不舒服 但這樣的濃度 儀器根本測不到 因此才需要有文臭師 來協助判定 但過去也不是沒有文臭師 只是如果送到民間的採樣單位 每一次就要三萬元 加上來來回回 從採驗到檢測完成 一次就要兩個禮拜左右 不但花費高又耗時 也會降低採樣的即時性 因此嘉義縣成立了文臭師團隊 從內部培訓開始 訓練了36位文臭師 在這之後 每一次的採樣和判定 只需要短短的兩到三天 我們以往從 應該說採樣是一件事 那文臭是一件事情 那以往我們在委託外面的時候 基本上它採樣跟文臭 都要能夠配合 那有時候採樣的時候 比如說你不覺得臭的時候 它也不會去採 所以它的問題就在這裡 那如果變我們自己的好處就是說 我今天我已經鎖定 我覺得它有異味了 那我們投文出去的時候 它就是外面的採樣 也我們可以自己執行 那我一採到的時候 我們局內馬上就有人可以上線 有了文臭師團隊 就大大提高 空氣異味污染的判定 但是要擔任稱職的文臭師 可不容易 除了事前的考試 就連日常生活習慣都得注意 美食的部分很多耶 就像麻辣火鍋 臭豆腐 然後蒜頭 我也很愛吃蒜頭人 就是都要避免這些 對 這是味道比較重的 因為會造成你的嗅覺 會疲勞 沒辦法去判定你這個樣品是不是有臭味 基本上就是不能化妝 你也不能噴香水 然後不能夠有抽菸喝酒的習慣 然後辛酸辣會有異味產生的食物 都是不行的 其實職業病就是聞味道 我們做嗅覺判定員的時候 我們要對嗅覺這個要很敏感 對 所以我們有時候出去說 這個人有汗臭味之類的 或者是這個地方 好像有一點糞便味 朋友家人剛開始是不習慣 然後說有嗎 就是會說怎麼會有 因為家人都是會吃酸辣的 對 我就是要避開這些水 所以家人都會說 有這麼誇張嗎 會這麼小心 其實也是因為每一次的嗅覺判定 都牽涉到民眾是否會被開罰 而且只要開罰都是十萬元起跳 罰還金額不小 因此的判定過程 必須小心再小心 才不會失了公平 除了聞臭師自己本身的節制 每一次要做嗅覺判定之前 也都會有個小小的碎糖口 沒有化妝 沒有噴香水 沒有喔 目前有呼吸道疾病嗎 比如說鼻塞感冒 沒有 好 確認身體狀態後 當天的所有聞臭師 都會拿到五張柿紙 每一張柿紙都沾有不同的氣味 他們必須一張一張聞仔細 會有我們的花香味 那再來的話 就是會有我們的焦糖味 然後再來汗臭味 成熟果實味 最重的話就是我們的糞臭味 我們的嗅覺判定員 需要從這五種嗅意當中 判定每一種的味道 合格之後 才可以成為我們的嗅覺判定員 這場隨堂考之後 會篩選出六名聞臭師 這六名聞臭師 就可以開始等著接樣品 做嗅覺判定 而這項判定工作 不但每一次都得靠六個人來執行 每一個人還得執行六次 因為每一次都是不同的稀釋倍數 他們要從稀釋十倍 一路聞到稀釋三千倍 最後再依照六個人 分別寫下來的答案 以公式計算 才能夠決定 是否達到開罰的標準 此外因為牽涉到民眾的財產 和開罰的公平性 採檢和判定的過程中 還有不少MAKE UP要注意 像是一開始的採羊工作進行時 如果畜牧場正在灑噴霧就得暫停 因為這個噴霧裡頭 可能加有次氯酸等清潔液 原本就是用來降低異味用的 當然不能再噴灑過程採集氣體 還有一旦附近有農地堆肥或工廠 也都不行 因為這些可能都會有其他氣味 影響到樣本的氣體採集工作 此外採羊帶也必須全程 放在黑色的遮光帶裡 採羊帶會用黑色的遮光帶遮住的話 是因為避免陽光紫色或高溫的因素 去影響到樣品 一次採羊就只會採一個 因為避免如果說我今天採完樣 再去另一場採 怕會去感染到 所以我們原則上只會採一個樣品 不只採集過程 處處要小心 採集回來的氣體在稀釋時 也要注意細節 比如說要和採羊氣體混合的空氣 必須經過活性碳過濾 才不會有異味干擾 而除了嘉義縣包含台北市 新北市 台南市 屏東縣 花蓮縣 也都有自己的異味官能測定室 像是新北市最常接貨的異味污染 檢舉是來自於工廠 台北市則是因為住商混合 經常有民眾檢舉餐廳飄出異味 其他縣市則是以畜牧業為主 就在這些縣市有了專責的文臭師之後 就不必再花錢又費時 委外檢驗 同時也能靠著文臭師的金鼻子 做出合理公平的財處